你好,我是Alex阿里 咱们今天视频的主要来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就是坊间传闻的川普将在本周即将到来的比特币大会上宣布 将比特币列为美国的战略储备的资产 那咱们今天讨论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会把川普假设他胜了大雪 那么第二点就是Plan B最新的推文说 比特币即将迎来大涨 那到底可不可靠 那第三点就是以太坊现货ETF将在2024年7月23号正式开始交易 也就是明天的时候 那市场预期即将出现回调 那这个预期真的跟2024年1月份出现的比特币总是一样 那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帮忙点个赞 先赞后看财运不断 好,我是Alex阿里 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 我的频道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 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和技术分析 以及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影响 另外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 我的目标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 在本轮牛市周期赚购这辈子足够的资金 并且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加密行业的博主 如果说你想快速休息加密货币知识 并且想在中间赚钱 或者是立志成为加密货币和区块链行业的博主的话 都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电报群的链接 找到我本人咨询经济群的方式 那由于电报的骗子众多 那我们支持语音或者是视频的验证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视频的正题的部分 第一个点就是市场传闻 川普将在本周的比特币大会上 宣布将比特币设为美国战略储备资产 那首先是不是真的 我们先放一放 那我们先看一下 那如果说将比特币列为美国国家战略储备资产 那到底有多复杂 那或者是多具有挑战性 那这里面涉及到许多法律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问题 那咱们今天只能是从皮毛方面 在笼统的来讲一下 那首先来看法律和政策层面 那美国总统们都知道 在很多方面它有重大的影响力 但是它不能单独的决定金融政策 或者是修改现有的法律的框架 那涉及到比特币成为战略储备资产的决策 需要美国国会的立法支持 以及联邦储备系统和财政部的协助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部门参与进来 那总统是可以通过行政命令 推动某些政策 但这样的命令通常需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内操作 而不能超越这个法律 那不能与美国国会制定的法律相冲突 那目前没有任何法律支持美国总统 将比特币列为国家的战略储备资产 所以说如果说要想要把这个比特币列为 美国战略储备资产的话 那需要很多部门进行立法 进行投票等等等等 那我们接着来看国会的作用 那想要达到战略资产的目的 必须要得到立法的支持 我们刚刚强调了好多次了 那将比特币列为战略储备资产的 需要国会通过新的法律 或者是修改现有的法律 那美国国会的支持和通过立法程序 是必不考超的一个步骤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监管的一个框架 那国会还需要制定 或者是修改相关的金融监管的框架 以确保比特币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那经济技术层面我们也要来分析一下 那需要将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 潜在风险和效益 要进行详细的分析 那包括价格的波动 市场的操纵 技术的风险 以及对抗通胀的潜力 那需要制定明确的投资的策略 包括购买的时机 持有的期限 以及出售的计划 那确保国家储备的安全和稳定 这是最最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一个是安全 一个是稳定 那技术方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安全存储了 我们都知道比特币需要存在冷钱包里面 对吧 那这个冷钱包系统 要以防止这种各种各样的黑客来攻击 或者是来偷盗 那交易平台 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有完善的这种交易的平台 比如说Combase等等等等 那建立或者是选择可信赖的这种交易平台 确保比特币的购买和出售的过程 是透明 而且是安全的 不要说我们转到交易所 然后被人给偷走了 如果说美国总统想要把比特币列为战略储备资产的话 也需要全球的一个合作和协调 将比特币设为战略资产 将对全球的金融系统 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 那需要与其他的主要经济体 与国际金融机构 那比如说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那据我所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最最反对比特币的一个组织 那需要与这些部门进行合作 那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全球市场的稳定 那所以说这个外交方面 也需要做一些事情 那确保比特币的政策 与美国的整体的外交政策一致 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难 避免因比特币使用引发国际冲突 那通过国际会议或者是双边的谈判 推动比特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全球的接受度 那在这一点上面 我认为就不可行了 那首先美元以及以美元计价的美债 是很多国家 很多其他的国家的战略储备资产 那好了 那你美国首先要将比特币作为储备资产 而不承认自己的美元的话 那么这个事件就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的混乱 以金融方面的或者是政治方面的 甚至会带来一定的战争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政治阻力方面 那尽管川普可以推动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讨论 引发这个话题 放到国会上进行讨论 大家可以去试着去立法试着去讨论 但是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 这样的举措可能面临巨大的阻力 那特别是来自于加密货币持谨慎 或者是负面态度的立法者和金融机构 那我觉得还需要对公众 对美国的百姓的进行教育和信息的这种透明化 那增加公众对比特币 以及其作为储备资产潜力的认识和理解 虽然说这个川普通过这种公众的影响力 或者是他如果当了总统的话 那可以推动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讨论 但是实际上将比特币设为美国战略储备资产 还需要非常广泛的政策支持 立法通过以及国际的协调 那还有这个美国国内老百姓能不能接受 那这是一个复杂 并且多层次的一个过程 那任何单一的领导人都是不可能单独完成的 另外呢 我多次在视频中呢 也是跟大家强调 不要轻易相信一个政客的话 尤其是在目前大选的阶段 那川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选票 可以不顾一切 目无一切 然后说答应所有的要求 那你提什么 我就答应什么 你喜欢什么 我就讨论什么 那让他自己表面看起来像是一个救世主一样 但是呢 一旦上任了 就是你他妈的谁呀 这种态度就出来了 那总结一下 那将比特币作为美国战略储备资产 可谓是困难重重 那不管是哪个总统 想要做这件事情 都必须得到国会 以及两党共同的支持 而且我们不能轻易相信川普的这种大嘴巴 那小心 这是大选扣号的一个陷阱 那话说回来 那比特币能不能成为美国战略储备资产 对总体的这个走势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那我反而认为 不要被这种级别的国家列为储备资产 反而是更好 对我们普通人更好 那不然的话 我们普通人玩起来可能就违法了 那大家思考一下这个话题 好 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 Planbit最新的推文 那他这么说到 我们今天在利格区块链日报上也讨论过了 他说我认为比特币很快就会暴涨 因为第一 牛市刚刚开始 第二 就是减半后三个月 那第三 就是RSI是67 准备走高 那第四点 就是200周的均线 到了3.8万美元以上了 那第五点 就是实际价格高 并且开始上涨 那第六点 就是实现回报率高 第七点呢 就是大于90%的比特币的投资者获利 那首先 他定义的这个牛市刚刚开启呢 我就是不赞同的 那首先这个比特币本轮牛市已经走了一半多了 那如果说他还认为牛市刚刚开始的话 那极有可能会错过逃顶 所以说我们也要辩证的去接受他这个观点 那第二点 他说这个减半后三个半月 那我觉得呢 他这个点呢 可能是跟大部分的主流说法是一样子的 那目前呢 是有一个说法呢 是比特币减半后的四个月开始狂暴大牛市 这一点呢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那第三点呢 就是RS2的是67 准备走高 那这一点呢 跟我之前的观点的是一致的 那接下来呢 四到七 我认为呢 都是为了让他自己的这个观点 这个证据支撑起来 看起来比较牛逼啊 没有评价的这个必要了 那总之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 狂暴大牛市随时呢 都会准备开启 那任何的回调 都是你上车的机会 那至于你上不上车 买不买比特币 或者是买不买其他的币 那你需要自己呢 做足功课 那任何人呢 包括我在内 告诉你去说哈 去无脑说哈 某某某币啊 那你就去做了 那这是对你自己资金的一种 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啊 好 那咱们接下来看今天视频 第三部分的内容呢 以太坊ETF通过了 那将于2024年7月23号 正式开始交易 那我们都是见证过了 比特币现货ETF 向市交易第一天就暴跌的这个历史啊 那我们看到2024年1月11日 比特币现货ETF上市交易 开启了为期两周的向下的调整 那当时比特币的跌幅达到了20% 那以太坊的跌幅达到了17% 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呢 本次以太坊现货ETF上市交易 会不会历史充演 那我的观点呢 是极有可能啊 那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分析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大家都这么想的话 那就会有一种约定俗成 也就是所谓的共识 那到达到了一个的顶点的之后 就开始慢慢的抛售 但是呢有一点跟上次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那本次灰度基金 除了有ETHF之外 那还有一个mini版的ETF 那这两个的费率呢 是相差了10倍 那ETHF的是2.5% 那这个mini版本的就是0.25% 那比特币呢 是没有这个费率比较低10倍的 这个mini的版本 所以说灰度基金的持仓呢 被当时呢是被大量的抛售 那直到现在还在被抛售 那就是换成其他家比较便宜的基金 那这一次呢 灰度就做的比较鸡贼了啊 毕竟是有经验了 那如果说你发现了 其他家的费率便宜 想要输贿的啊 好 那我告诉你 我们自己就有便宜10倍的mini版本 那请不要输贿 直接转过来即可 那如果说你一直都没有发现 那就那你就一直被当冲堂冤大头 那使用比别人贵10倍的ethf 灰度基金为了留住客户 那也为了最大化的这个割韭菜 可谓是煞费苦心 那基于这一点呢 我觉得本次etf上市交易 就算有大面积的输回 那其他家的etf呢 也会尽数的吸收掉 所以说我的观点呢 就是跌幅有限 那另外呢 从技术层面看 狂暴牛市呢 已经不远了 那这个时候的回调呢 就是机会 咱们在今天第二部分也讲到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大家需要做的呢 就是屏蔽掉很多的杂音 那所以所有所有的这种开单的补主 一天告诉你800个方向啊 那一定要屏蔽掉 那他们会讲一会儿多 一会儿空有的人都像神经病一样 那你看了呢 会严重影响你的现货的操作 那你目前需要做的呢 就是坚定的拿好 你手里面的现货 那等待市场最狂热的时候 把这个货给出掉 那如果说你不确定 这种出货的时机的话 那可以考虑加我的会员群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定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不断 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给大家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可以共同进步一期发展 Peace